昨天說反對菲律領盟的政治口號 不過今天主委說現階段整合藍軍 下一步還要整合包含您在內的菲律大領盟 主委怎麼看 就是說一開始我就反對這種口號 其實有本事就去整合民進黨 對不對 我還是反對這種兩極對抗 台灣已經大概30年都陷在這個泥澆裡面 這個應該是該走出這個泥澆的時間 市長是不是有人在內部裡面拋出兩岸應該要互相承認 並且在國際要雙重承認 你覺得這個會適用嗎 重點不是名稱 重點是實質內容 所以你要搞什麼雙重承認 那就要先講清楚到底是承認什麼 所以我常常知道對我們來講 你一個包裝只看到那包裝到底裡面裝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作為像我們的外科性格 比較注重的是內容而不是那個title 就是那個名稱 所以這個承認是要承認什麼 不是啦 所以我都會講說到底要承認什麼 所以還是一樣啦 我們國內就是政治口號太多 所以我覺得這樣啦 口號一定要有論述要有內容 你知道雙重承認到底要承認什麼東西 那你是不是有說主張要兩岸共識 兩岸共識的國師會議要來招開 就是這樣啦 其實 其實我昨天發現我有個時間講錯 是1990 李登輝總統招開國師會議 解決台灣萬年國會的議題 所以後來有中央民代的全面改選 其實從1990到現在已經幾年了 24 90 34年了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我不是說我去新加坡 新加坡高層一句話就臭中我們台灣的問題 我當時問他說 新加坡在中美之間怎麼看起來像有刃有餘 你們是怎麼處理 他一句話說你們台灣自己內部都沒有共識了 怎麼去對外處理兩岸關係 所以我到底覺得是這樣啦 在過去從1990到現在 特別是在1994以後 台灣這種藍綠對抗的氣氛變得濃厚以後 可是從來沒有人想過說 特別是由總統才有權力去召開國師會議 所以如果是這樣啦 我要是當選我一定要先解決內部的共識問題 內部都沒有共識了怎麼去處理外面的對外關係 提供提供下宣告 本人與海灸... 本人與海灸有緣 rotate 本人與海灸非常完全划inden 本人與海灸有緣"-